詞 sixt Kann Pois é 我們接著第八個Chapter 開始真正的把這個電磁波 我們要把它接進來的部份 那现在我们来看一下 如果把我的问题先 放在一个sauce blade 那conducting simple medium 那自然而然这个 我们在刚刚擦掉的这个黑板里面 其实很简单的 你已经知道 负jomega μh 然后克h 是等于jomega 一胸一 然后divergent的 1 是等于0 divergent的 h是等于0 然后你已经得出来 wave equation 是等于 μ μ一胸 omega平方 1 是等于0 所以我们刚刚讲说 我把我的k平方 是μ一胸 omega平方 换句话说 基本上在真空里面的话 这边的μ 是μ0 一胸零的话 那相当于 我把我的 这个omega平方 除以k平方 这边的是 μ0 一胸零 分之一 这就是我的 电子波的 在真空里面的传递速度 那 换句话说 我的wave equation 我已经把它写成 k平方 1 这等于0 这边是加的 不是减的 ok 那现在呢 我们在这个chapter里面 接着要探讨的就是 这整个的 这个节化 那很简单的 其实 这个wave equation 的结化 在之前 la plus equation 其实 你多多少少 都已经 会去计算 那我们现在 我们把这个结化呢 我们看一下 我说 我把电场 我其实 可以分成 三个component 所以 这个equation呢 你实际上是 i 然后la plus 1x 加k 0 我把这个k呢 因为你现在都是 这个 没关系 还直接把它写k好了 k平方 1x 加j 加j la plus 1y 加k平方 1y 加上 我还是把这个写成 z component 因为这边已经有k了 然后la plus e z 加上k平方 e z 这等一点 所以实际上 你每一个方向都是 independent的时候 你基本上 你是要解 三个 wave equation 三个方向的wave equation ok 那我们为了要方便起见 的话 我们把 我们电场的方向 定为x轴 也就是说 我现在如果我电场方向是 这个方向的话 那我就定场x轴 电场随着空间的改变 我把这空间的改变 定为x轴 换句话说 电场 随着空间的改变 我可以把它写成 e 是等于i e z ok 那 或者是 我更明白一点写 它是随着 空间 时间的改变 那你现在你已经是 基本上面你写了 wave equation 其实这里你已经取face facial了 所以 基本上 这个时间的部分呢 我们已经在这里拿掉了 这也时间的拿掉了 所以我们说 你只需要看这样子的一个关系就好了 如果你是这样子的一个概念的时候 我们说 我的ey 跟ez component 这两个是等于零的 也就是电场 随着 这个z轴的方向 随着z的位置 它在改变 但是它的方向 电场啊 每一个地方的电场 每一个点 它的 是方向都是x的component 的部分 所以如果是在这样的条件底下 这两个方程式你是不需要解 你只需要解的是这个equation 那你要解这个equation的部分的话 k平方 1x是等于零 这个equation你要解它的时候 那我们说你把laplus的部分把它写出来 加上k平方 1x 那你要解 你要解的就是这个equation ok 那有没有问题 基本上 你要解的equation 好 那你知道你要解这个equation 我们说 我们说 你解这个equation 我可以看到的 我这个k平方的部分 我可以令它是ks平方加ky 平方加kz平方 所以上面这一个解 实际上 你是变成 1x lon x平方 加上kx平方 1x 再加上 lon x lon z平方 y平方不是z 加上kz平方 加上kz平方 1x 再加上 lon平方 1x lon z平方 加kz平方 1x 这等于 你可以把它画成三个项 那这三项 那这三项 的部分 基本上面 1x 我可以把它视为 现在你现在是 ok 我可以把它视为 它有 跟s有关系的 也可以跟y有关系的 也可以跟z有关系的三个component 但是我们现在刚刚讲啦 我说1 我已经知道说它只是i component 实际上是y z component 几乎都没什么大关系 那in general 你可以这样子写 那 如果我是把它视为 这三个是不同的 那你现在放进去的时候 实际上是你可把它变数分离了 变数分离相当于是什么 我要解 in general是 你要解的 equation 是等于ks平方x 就等于0 然后long平方y long平方加ky平方 就等于0 然后long平方z longz平方加kz平方z 等于0 这是in general的 那 我们说 这只是很单纯的 是z的函数 y的函数 所以你这partial的部分 全部通通可以把它变成是什么 全为分了 ok 所以你解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一解出来的话 这x的部分 我们说是等于x0 1-z kxx 还有一项是 1 振z kxx 就是x的 这z 这负 ok 那同样的yz的部分 跟你們一樣 怎樣 哪一个 哪一个地方等于零 这三项 为什么等于零 因为你这边只有S的函数 这是Y的函数 这是Z的函数 变数 对 所以你三个变数 分离变数 编维分方程你们在 那个物数上了吗 物理物数 编维分方程 就是公数 过物数 编维分方程不是已经上过了吗 对 编维分方程没上过的话 我们上学区不是已经 都已经解过Laplace的 equation 对 好 那你现在你看到了 你现在看到了 我们说 它是Z的函数 所代表的就是说 它只有这一项而已 它是Z的函数 它这两个是没有的 对不对 这两个是Constant不是等于零 所以你就可以看到实际上这个是什么 这个不需要算 这个不需要算 了解吗 因为你刚刚已经看到 我说它是Z的函数 它是X的Component 这一个所对应的 这个是E、X、Z 它只有Z的Component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 好 你这样子算出来的结果 我可以把这个解出来的解 就直接 我马上看到 我马上看到 E、X、Z 因为我只有Z的函数 所以我可以两项 一项是这一项 一项是这一项 那这一项的部分呢 我就叫做E、X、Z 然后这一项呢 就叫E、X、Fu 那基本上面 就是E、0、Z E、Fu、Z K、Z 因为这两项都是零了 没有关系 所以K K是KY是等于零的 所以就是等于K Z 加上E、0、Fu E、Z的K、Z 所以现在你知道 我这样解出来的解 我已经把它规范说 我的电厂 我的电厂的方向 我把它规范是X轴的方向 然后它的行进方向 我把它定成是Z方向以后 我就简化了 两个部分 是一个Constant的部分 我把变数简化了 变成我的电厂 就直接可以这样写了 那这边有没有问题 到这里有没有问题 这是最简单的哦 以后就是说 你看到这个 Equation 你就要知道它的解是这个 但是它有条件 是你的电厂是设成I方向 它沿着Z轴在Propagate OK 所以你看到它沿着Z轴在Propagate OK 那我们刚刚已经看到说 这个东西是什么 这个东西是Facial 已经把时间的部分拿掉了 对不对 所以我们真实的电磁波的形式 是应该要转成什么 转成 它是 时间 对不起 时间 跟空间的函数 它应该要转成这样 对不对 好 这一项 你要转出来 就叫做Ex正ZT 这一项呢 就叫Ex负的ZT 那我们把这一项 转出来好了 我说对Ex正ZT这一项 怎么转 你一个Facial 你已经知道 怎么转成 是时间跟空间 是时间跟空间 我们是不是 把 Cosine的reference 所以我们说 你把 手放进来 10 1-JKG 然后 1-JωT 这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吧 这个就是你的Facial的部分 这一项就是这一项 这是他的Facial 也就是 也就是这个部分 好 既然你已经写成这样了 第二part 那我们可以看到 这是 10正 第二part的Cosine Omega T 减-KZ 所以你正看到 Ks正就等于ZT 你看到 这就是我们平常 我们在写Plan wave 那样了解了吗 同样的情况 同样的情况 这个turn 只是什么 只是这是正的 对不对 这是正的 所以我们看到 1X负ZT 是等于10负 cosine的 Omega T 加KZ 你现在看到了 这个电子波 在这里 你看到的是 它沿着 正Z的方向 在Propogate 这个电子波呢 是它沿着 负Z的方向 在Propogate 所以你现在看到 实际上 这个WaveFunction 这个WaveFunction 已经是你改成 Facial的形式 来解这个WaveFunction 那你解出来 可以有 一个电子波 是沿着 正Z的方向 在Propogate 一个电子波 是沿着 负Z的方向 在Propogate 有没有问题 有没有问题 到这里 有没有问题 如果今天的东西 如果今天的东西 你有问题的话 后面的东西 全部都是这些东西 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 我上次说你们Facial 一定要回去搞懂的原因 所以如果一个电子波 它沿着 OK 如果沿着正Z在走的话 代表的是什么意思 就是10复是等于 因为它等于 没有这一项 因为它沿着正方向 在Propogate 而已 所以它这项 是等于零的 如果一个电磁坡 它沿着附近方向在走的话 在propagate 那它就是10正等于0 你解出来的解是这样的 随着时间 在移动的时候 同一个向位 的东西 随着时间在改变 Z是不是要往前走 随着时间增加 同一个向位的东西 随着时间 也就是说时刻 T等于0 T是这样子 下一个T Tplung的时候 它是不是变成这样 同一个Face啊 那你是不是看到这个Po是 朝Z正Z在走 这一下 反过来 同一个Face的东西 随着时间在改变 Z是不是要变小 那你看起来是不是 这个往随着时间 它的Propagate是往附近 因为很多同学搞不清楚 那为什么是正方向 一个是副方向的 在传递 你就以同一个向位 同一个向位的东西 你要固定向位的地方 所谓向位固定就是什么 你才可以从 看某一个点 对不对 对 同一个高度 或者你哪一点 在随着时间改变 随着时间增加的时候 它往前移 还是往后移啊 对上面那个 10正ZT的时候 是同一个向位的东西 随着时间增加 它要 Z要大一点 大延来的值 那它表示 从这里移到这边来 所以它是沿着正Z的方向 在传递 有没有问题 如果你这个坡 你已经知道 你那个坡是 往正Z方向 在传递的时候 代表它没有往 户Z方向 在传递的坡 那这一项 是不是要等于0 OK 如果 你这个坡是 附近方向在传递 我们先讨论两个程式好了 这个东西是 朝正Z方向 在传递的电磁坡 没问题吧 这个是朝 附近方向的电磁坡 没问题吧 换句话说 这个equation 包含了 那电磁坡 有两个component 一个component是 我的电磁坡 是朝正Z方向 在传递的 的component 一个是往附近在传递的component 也就是这两项 OK 如果 如果 我已经知道我的condition 我说 我很非常清楚说 我要 design一个电磁坡 往正Z方向 再传递的话 那是不是 这项就等于0 如果我要 如果我要design一个电磁坡 是往附近方向 再传递的话 那就是表示 这一项是等于0 对不对 所以 未来 我会 随心所欲 什么叫随心所欲 我要电磁坡 往哪个方向传递 我就把 我要传递的方向 叫做Z轴好了 OK 什么 没有没有没有 我现在是平面电磁坡 不是球电磁坡 你四面八方在转开的电磁坡 不能用 不 你展开的时候 这个展开的时候 你不能用 直角坐标系统 你必须要用球坐标系统 OK 那个时候 一样的方式 只不过 在这里的形式 就变成 E Z K R 这种形式了 这样了解吗 OK 会有这种形式跑出来了 所以我们现在讨论的都是平面电磁坡 了解了吗 你既然知道说 你现在解出来的解 是有两个component 一个是正Z在传递的 一个是负Z在传递的 Propagate 那我们知道说 反正我只要知道一种 我后面那一种就是什么 把Z带成负Z就好了 对不对 就OK了嘛 所以 我们就针对 正Z在传递的这个部分 我们去把它搞清楚 那你现在你看到 一 是等于 负Z Omega μ H 对不对 那你现在在真空里面 这个μ就μ0啊 那 我也 我就 去看一下 我已经知道了 一 如果是一 这一部分 Ex 振Z 这一部分而已 如果我是对这一部分的电磁坡呢 我要看 它对应的 实场 是什么样子 也就是说 我刚刚 这个图 我已经知道 谁的时间 这是T加 这是谁的时间 T加 Δ T的位置 这个是T时间的位置 OK 那我要知道 它所对应的磁场 是什么样子 那我就用 我刚刚已经知道的 Mustle Equation里面 Cert 1是等于 负Z μ0 H 那Cert 1的部分 就变成是 I J K Rong Rong X Rong Rong Y Rong Rong Z 那你知道 这是 Ex Z 因为 我的电磁坡是 I方向 所以你把它放进来 它应该是等 负Z Omega μ0 那H呢 我假设它是 I J 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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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可能有三个component 那我就去解它 那很快啊 我说 I component的话 这两项 那我就很知道 它是等于0 OK 然后 J component 它是等于 Y方向的话就变成 负Z Omega Omega Mu0 那J的话是 Rong Rong 对 Z为分 然后 你已经知道 这一项 我们刚刚已经知道 它是 10Z E负Z KZ OK 把它放进来了 那你把它 微分一下 你就看到了 它是等于 这个是 负Z Omega Mu0 分之一 对Z 微分的话 是负Z K 10Z E负Z KZ 所以 ZZ消掉 OK 那 K除以Omega 就是你的 C 的部分 所以 我们看到 这个 K除以Omega 是等于 根号 Mu0 一小零 把它带进去 以后 我们知道 它这个是等于 直接先写出来 Mu0 K E0 正 E负Z KZ OK 这是 HY 然后呢 HG呢 HG 一样的是 它 跟它 但是 它是Z的函数 对Y为分 是等于0 所以 你知道 现在只剩下 Y的component 的像 而已 那 这个像 就是我们 我们知道 我们现在 对应 EX 正Z 这样的电磁波 它有一个 HY 正 Z 的磁场 那 XY Y方向 是这个方向 啊 换句话说 你现在看到 是什么 对应一个 把它写 重划好了 我们刚刚说 我们的 这是 电场 EXZ 这是我们的电场 那我们对应的磁场呢 它是Y方向的 随着Z改变 然后 它的磁是这个 所以 你看到是 这是你的磁场 这样 没有问题 所以 你看到 你的磁场 那磁场的值 是等于 K Omega Mu0 E0 正 E 负责 KZ 那这一项 其实就是我们的 其实就是我们的 E0 EX 正Z OK 所以你现在你看到 我们常常把这个Ten啊 就直接写成 这个项叫做 Eta Eta 0分之1 Ex 正Z 而这边的Eta 0呢 对应的就是 Omega除以K K啊 我们刚刚刚已经讲过 K Omega Mu0 这个呢就等于 更号 Mu0的一项零 那你可以算一下 这个就等于120 Pi 也差不多是377分7 那我们把 这个叫做 Intristic Impedance 在 Free Space里面的 Intristic Impedance 所以 你已经知道 你的磁场了 那 很简单的 我们可以再把它 转换成 它是时间的函数 那我们看到 这个时间的函数 就是 你用 把它转回来 H 正Z T 就是 Li P H Y H Y 正Z E J Omega T 我们说 这个把它带进来 就变成是 我们的 我们的 Rare part 的 1塔0 分之1的 1X正 Z 1J Omega T 换句话讲 我们看到 我们看到 这个就是 1塔1X正 的 这是0 Cosine的 Omega T 1-K0 Omeg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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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的方向 是Y Component 的方向 所以 我们直接可以写成 H Z T 你就可以得到了 所以 这个 电场 对应的磁场 它的形式 它的大小 就是你把你的 10正 它的Ampitude 的部分 除上 你的 Intristic 的 Impedance 就是你的 这个Ampitude 的大小 而且 我们刚刚已经讲过说 这电磁波是 朝着 正Z 在 Propogate 那 它的电场 是X方向 磁场 是Y方向 它往 这个Z 轴 在 Propogate OK 所以 我们看到了 如果你在 Propogate 的方向 是K 的话 我们说 这个 如果是 这个 这个是 V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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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方向 所以 E 它会垂直 K H 也会垂直 K 然后 E跟 H 又是垂直 这三个 到这里 有没有问题 OK OK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